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大家收看星期五的开市感浪 首先跟大家跟进欧美股市的收市情况 美股个别发展 科技股靠稳 金融和媒体股下跌 另外市场关注台风挨二万的影响 杜瓊斯指数 收市部 二万一千七百八十四点 下跌二十二点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 收市部 二千四百六十五点 下跌不足一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收市部 六千三百九十七点 上升四点 迪士尼对盈利增长保持审慎 股价下跌超过4% 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 金融股偏远 标普金融股指数 下跌1.7% 另外通用电器就跌3.6% 至于在美国上市的港股预抬证券就 个别发展 汇丰表现偏远 折合港元报 七十四元零五仙 中移动报 八十二个六毫九 中联通报 十一个两毫九 中仁寿报 二十四个两毫六 三桶有刀向上 中海邮报 九个三毫六 中石化报 六个一 中石邮报 五元零三先 欧洲股市上升 欧洲央行再次确认超宽松货币政策立场 银行股就下跌 投资者关注欧元偏强 或者会令央行然后收紧货币政策 另外汽车股连续第五日上升 伦丹富士一百指数 收市部七千三百九十六点 上升四十二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 收市部一万二千二百九十六点 上升八十二点 巴黎卡指数 收市部五千一百一十四点 上升十三点 至于商品期货方面 纽约期油低收 美国能源资料处公布 上星期美国原油库存 增加460万桶 超出市场预期 纽约期油 收市部每桶 49.09美元 下跌7美先 伦丹布兰特期油 收市部每桶 54.49美元 上升29美先 今价上升 美国就业数据疲弱 受到台风哈维吹习德州带来的影响 上星期 新申令失业救济人数 升超过两年最多 另外 欧洲央行大致维持经济增长和通胀预期 美元受压 利好了今价的表现 纽约期今 收市部每盎司 1346.5美元 上升了11.3美元 欧元对美元升穿1.2水平 欧洲央行维持利率不变 还确认购买资产的计划 至少维持至年底 美元对港元报7.801 日元108.18 欧元1.2034 英镑1.3109 瑞士法郎0.9484 家元1.2103 欧元0.8063 柳元0.7261 美国国库债券方面 10年期的债券息率是2.03 30年期的债券息率是2.65 今个环节 我们请来Rafi和我们跟进一下欧洲股市的表现 Rafi 你好 你好 欧洲央行一如市场预期 维持每个月600亿欧元买债的计划 去到年底 还预告下月的会议将会交代收水计划 看到欧洲股市昨天就上升了 你觉得他们的走势会是怎样呢 Rafi 当然昨天来说 整个外围明显关注的地方都是欧英网意识 特别你看到美国那边有没有特别的东西 所以明显看着欧英网意识的结果 的确实结果上说 本来大家都预计没有任何变化 的确实这次来说也是 你看到结果公布后 利率维持不变 亦都是和之前预期一样 德拉吉那边有少少广告 就是说来到10月份 可能下一次计息 会决定之后的量寬教育去向 反正整体来说 其实没有任何太大变化 但是当然他言论上说到 一方面来到10月份公布量寬教育去向 而另一方面也有补据 如果他觉得情况是比较差一点 都反过来说可能会增加买债规模 那样的东西 但虽然他报了这一句 但是大家都预计就是未来 特别下一次计息回来 会公布新一轮的买债方案 如果他缩减 那这几次计息是很关键 一定要公布 所以这一刻和以前的取题一样 就是在他公布政策之前的一次计息 可能都说定些事给大家 有定格心理准备 给大家知道 以后会这样做 所以这次也是预期这样走 所以所有东西都跟之前预期差不多 甚至大家都猜 下一次他计息 虽然会公布新一轮的买债规模 但应该比现在的规模稍微缩缩一点 就是逐步逐步有一个收水的意味 但当然收水的速度 遇到就不会突然很急 也不会说这下买着 下一次又不买 就是不会有那么大的落差 因为这样算 就会真的比较大的负面震荡 但是他慢慢慢慢收 或者情况是比较理想的 其实对欧洲股市也好 我觉得反而是偏正面 甚至对欧元也是 所以昨晚公布完结果之后 为什么欧元抽了上去 也会是这样的 就是欧元抽了上去 也会因为慢慢偏正面 所以也会比较有利 所以我觉得未来要看欧行这边 的取态是否继续是这样 如果是的话 我相信对欧股不至于泰国利担 但当然除了这个因素之外 不良的欧股也好 或者美股也好 其实大家都会资责要留意 就是近期局势的发展 除了欧欧行议息这些因素之外 始终也留意北韩的情况 因为其实你说 现在说什么股市也要资责 因为这两天回来 就比明天 也是北韩国庆 反而会比较大的关注点 究竟是否之前 传近一些洲际导弹的可能性 有没有机会出现 当然如果这些因素一旦出现 不要说是否是欧股 或是环球股市都一起下挫 这个也是预算的 所以这个也要看几个变数 但如果就着 刚才提到欧欧行议息来计 结果出来的反应 市场来说都比较偏向正面化一点 好 看完欧洲股市之后 或看完外围之后 就和Wafi讲一下香港股市 看到昨天恒指高开超过200点 不过收市就要到跌90点 就报在27522点左右 跌穿了20天 不过看到北水就继续流入 和湖深量市的广股通 昨天就共有32亿元的淨流入 是近四个月以来最多 其实六个交易加上 合共已经淨流入了近8亿元 其实是否市场对广股的后市走势 其实也挺有信心呢 当然以广股来说 其实昨天的形态也比较有趣 或者怪一些 刚才我都说了 昨天早上高开 也可能想回27800这些位置 升至200点 当然最主要大家都知道 就是收回前晚 美国那边就着举债的问题 又延长三个月 一个利好因素带动 但是到昨天回来 其实对市的刺激作用 就比较是上午为主 或是早段为主 但到下午来说 其实市已经即时继续流入 而且也在这儿倒跌下去 所以以即市形态上说 短线的市场仍然比较反复 但当然你见到另一些指标 比如YOL也说的 就是北水那边 其实反应上不是太差 你看到北水 近日都逐步逐步又再流入 甚至于追捧来说 都是一些之前第一宿的大家估 比如腾讯、回锋等股份 当然有这些北水支持 我觉得市场或这些股份 又未会真的太差 但是也是那一句 要它有动力再向上 或者好像过去这段时间 有个比较高位的格局 可能真的要过去 比如下星期回来 再看看慢慢有没有这些情况 因为我觉得一边商 现在这些北水这样流入 可能是借着个别大股 前这几天有些调整整股 慢慢做步骤吸力 但是你说是否等于你入市 觉得股价或市场上去 我觉得有另一个别话 因为似乎你另一边商要看的地方 才提到也是那些北韩问题 所以令到这一刻 其实市方面 我觉得大家的入市欲 或动力上说 未算可以之前那麽强 所以你说现家电 港股是否可以即时 因为北水流入等于再向上市 我觉得可能下星期才有这些机会 但现在来说 特别这一刻 我觉得可能还是继续反复 特别今天来说 你还记得到 还在20天线附近 是拉脚 当然你说未来 可能今天下午 又再稍微试穿20天线 又不出奇 因为现在差几十点 但是当然 之前也说过 如果一旦跌穿20天线 这些位置 下一步的大些支持位置 就27000这些关口 我觉得这些位置 27000 50天线是不失的话 问题不大 因为其实不断地说过 就是近年初至今 整股大升市 两次试过轻轻穿50天线 之后也跌回上来 所以反而我觉得 就大些位置 看着27000 只要这些位置 记得着 暂时向上的格局 我觉得没有太大改变 后市来计 当然一旦动力是强 要再上28000 机会性 我觉得还有 看到今天恒指 就高开48点 现在升幅就扩大 升至69点 报在27592点 好了 还有时间 就和Rafi说内地的股市 看到A股就连升了几天 但昨天就好像有些考验 上证指数就反复 表现偏远 收市就跌19点 就报在3365点 在十天线附近就到收市 看到好像回来 今天上证指数 生命城址 护心300 都在升 是不是内地股市 可能要头一头 才再向上市3400 这个关头呢 当然反复来计 我都很大机会觉得 特别是护子 要市3400 其实就不是太难了 因为本身的 基本情况上说 是比较理想的 所以当然近日的动力 好像是慢一点 但是始终 由之前低位计 反弹幅度也不少 所以竟然在近期高位 可能要稍微反复一下 或者先休息一下 其实很合理 但是为什么说 都觉得继续可以看好呢 不断地说 就是成交亂很多 这些大家都知道 而且回到近日 特别最新的情况上看 其实都对市体法是偏不错的 最主要就是人民币 还是比较强 虽然前天就休息一下 但是去到昨天回来 或者今早早开出来的中间价 又是有个几大幅度的抽升 去到6.5这些位 都升穿了 变成又是继续强下去 当然强的主因 一来就刚刚昨天收市后 公布了外汇储备的数据 虽然比预期是稍微低一点 但是都是在三万一流上 甚至乎都连续七个月 是創了高位 所以都发现资金流走的现象 或者外流现象 似乎现在真的慢慢熟少很多 这些因素都会对人民币有利 而当然一大人民币一强 都对A股有一个比较大的推动 所以以这些情况上说 我自己觉得后市可以看好一点 而且不断提到一点 就特别还有十九大这些因素 所以我觉得以这样看下去 暂时A股 当然你说是否即时有很大的向上爆发性 这个是要看成交的 看看你现在是否继续强化 继续增加 但反过来就算它这下不是即时爆上去也好 我相信这样数落 即是要向下幅度有一个太太的调整 似乎暂时看来就不太大机会 起碼没有什么大利益的因素存在 所以短线来说 之前也说的就是以上证来看 特别3350点这个关口 只要能够站住的时候 我相信后市要破3400 甚至乎之前自己说的年代目标行3500 我觉得机会性仍然有 好 我们现在看看内地股市 先看到上证指数就升6点 暴在3371点 深证城市就升21点 暴在10991点 而沪深300就升5点 暴在3835点 而创业板指数就升2点 暴在1893点 而恒指方面 升幅再扩大一点 现在就升104点 暴在27623点 而国志就升41点 暴在11140点 好 谢谢Rafi你的详细分析 暂时就和你谈到这里 稍后回来还有其他直播环节 我们稍后再见 再见